世新逼近历史新高 IC设计还有肉吗 跟着我就对了 钟翔老师个人频道上线 赶快订阅起来吧 哈喽大家好 欢迎收看台经急诊室 我是千涵 今天欢迎万童国际 李钟翔分析师 老师好 千涵好 各位同学大家好 台股今天进行温和的反攻 那世新呢 却是要逼近历史新高咯 现在是不是可以感觉出来 IC设计的大户呢 还在场内呢老师 好首先我们看一下 在今天格局非常非常的精彩 台北股市今天是开低 开高走高啦 大概现在上涨了70点 IC设计真的是太厉害了 当然不是叫你去做追高 现在去追也没意思 对不对 首先我们来继续看下去 那在这里今天开高走高 盘中大概涨了100多点 那现在涨70几点 那上跪指数也继续涨 你看世新 对 快创历史新高了 没错 今天打下来你敢买吗 你不敢买 盘下买 盘上就冲掉了 3350嘛 以上就把它冲掉了 那创意更扯 是 开低耶 开低你又不敢买了 啪一下 一天涨100块 哇 一天涨100块 同学啊 我是不是在节目上有告诉你 这一支股票会涨 有 对不对 那会涨 他公布营收不太好 开低你为什么不敢买 昨天外资还买了一坨拉股 对不对 那你看今天是不是开低走高 今天价差100块 对 真的是吓死宝宝了 吓死宝宝了 吓死宝宝了 真的 真的吓死宝宝 是不是开低走高 是 对不对 1700 今天1690你敢买吧 1690到1725 1730 一天差快150块 真的 太扯太扯太扯了 对不对 预创也上去了 51块 51块突破就上去了 50块的智商很强 不用追高杀低 这次还会再涨 还会再涨 安国 又快到100了 对啊 可是老师你是不是说过 这个都是IC设计的嘛 100块是会有压力 100块本来就有压力 问题是100块有压力 你80几块为什么不敢买 对不对 阳智也上去了 阳智比较大的压力在32块 是 32 好不好 32块 那爱普今天开低走高 又在这里做整理 爱普今天量不够 量不够 逢高卖逢低卖 当冲来冲去冲冲热 很爽 威胜也上去了 对不对 威胜 老师 180会过吗 会过不过跟你也没关系啊 你又没有 对吧 你如果买16几的 17几又可以出了嘛 对不对 金星科也上去了 看到没有 金星科还可以再买吗 金星科我也跟你讲 今天会反弹了嘛 未来还是有机会再冲500块以上 还是有机会冲500块以上 所以操作 同学不要在这里 一点感觉都没有 你没有感觉 人家也不感觉你 你有感觉在这里 人家就跟着你感觉 今天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 今天大盘的走势 今天大盘的走势 来看一下 来看一下 今天看一下大盘的走势 算是温和反弄 温和上涨 那我们看一下 大盘走势温和上涨 那今天就是 前一阵子外资买很多的 今天在跌 那小跌啦 不要理他啦 股票市场不就这么做吗 对不对 低进高出 这个大家都会讲 没有人做得到 你为什么不做到呢 对不对 所以同学 主要是现在的IC设计 都有点让人家怕怕的 因为长很高了 对啊 长很高了嘛 怕说会不会买在高点 对啊 你如果买在高点 在这里来说 要加老师的 要加老师的 金星科今天涨14块 嗯 创意涨80块 威胜涨5块 对 预创涨1块 不要每天在那边追高沙滴 追高沙滴 你没得到 我这样跟你讲 追高沙滴 你没得到 所以跟着我做就可以了 那我们来看今天最经典的 所有电台都在 都在讲的 非凡连线也在讲 哎呦奇怪 明明这个业绩不好 怎么会 会长得这么厉害 对不对 来看一下创意 对不对 来看一下创意 对 加差多少 现在还在1000块 1700 跌不下来 是 下不来 所以同学你要不要跟着我做 有任何股票的问题来问千寒 留言告诉我们 对千寒厉压 昨天过600个人 对啊 现在往1000去做迈进 对 年底作账 你千万不要错过 因为年底作账如果你错过了 你在这里就很可惜赚不到大钱 没错 来在这里跟着我们做 现在11月营收公布了 有的股票在这里会整理 横盘整理 对 有的股票会急拉 那哪一些股票会整理 哪一些股票会急拉 同学跟着我就对了 好不好 谢谢老师的分析 想要知道更多财经的最新消息 记得加入老师的LINE 跟Telecon哦 财经急诊室 我们下次见 拜拜 烦死 每次下班前才叫我做这个做那个 每天马上没时间吃饭 还要一直处理同事的烂盘 难道公司要给我两份薪水吗 所以你需要的是 严选最专业的分析阵容 从总体经济 股票分析至根本 在那时地则房产业 必在收看频道给您最全面的看法 加入理财收看 让你赚进第二份薪水